如果妝容是一曲歌詞 穿搭是一首旋律 那麼香味呢 就是最可以帶入靈魂感的編曲 嗨 大家好 我是小日到考 我一直都很喜歡香味 所以每次如果遇到跟我一樣 很重視香味的人 我都會覺得天啊 我好像遇到知音 然後就會跟對方分享我自己喜歡的味道 然後與同時之間去了解他喜歡什麼味道 我覺得香味對我來講呢 是一種生活中的一世感 是心情也是一種直覺 甚至是我想要留給別人的印象 喜歡的香味也會因為心境不同而有所改變 我自己是覺得呢 我心情不一樣的時候 或者是我整個人想法不一樣的時候 我喜歡的味道也會不一樣 有時候呢 我也會因為聞到對方身上是什麼樣的味道 而去猜想說 他可能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對我來講香味除了是代表自己以外 我覺得也是一種非常療癒的事情 所以這個步驟不能停 他必須時時刻刻補充 今天要帶給大家就是我目前我生活中呢 不可或缺的香味跟產品 如果你們跟我一樣也很重視香味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看看我最近都喜歡什麼樣的味道 也順便跟我分享一下你喜歡的味道 今天呢要準備出去逛街買一些 因為你們知道我最近開始已經送白襯衫嗎 我超級多白襯衫 各自各樣的白襯衫都要有 所以呢我想說等一下去無印良品看一下 他們有沒有秋季新出的白襯衫 然後旁邊有一間魚路客也可以順便逛一下 然後旁邊好像還有一間頂泰風 我們是不是可以順便吃一下 你剛剛講說要去吃頂泰風 我要特地起床洗了個澡 然後頭髮還剛洗好 我覺得為了要引接這個美麗的行程 最近呢我開始愛上這個品牌的 墨浴乳跟洗髮精 這品牌的墨浴乳和洗髮精 是我最近最常用的一款 因為我真的覺得洗澡是一個很療癒的時刻 所以我還蠻注重這個的 然後這個品牌其實一開始呢 是因為我就收到這個 韓國品牌Banano 它的公關品 是墨浴乳白色的這一罐 哇那時候寄了超級多味道來耶 我就把每個都打開 然後挑了幾個我很喜歡的 就是持續在洗 它的質地呢是透明的 很容易起泡 重點是味道很香 我覺得它的沐浴乳洗完之後 是肌膚不會乾澀的 也不會有那種過度清潔的感覺 如果說你想要讓香味停留久一點的話 像我的話 我覺得是會用那種 起泡泡的那種東西 然後就是在身上戳久一點 然後甚至是洗泡泡浴 欸我那個三天都還在香 然後他們家最近呢 也有出這個洗潤組 他們總共有13種香味 我自己最喜歡的呢 是這個紅絲的沐浴香 因為我自己蠻喜歡噴那種 木掉香的香水 或者是家鄰居加香氛啊 各種東西我都是喜歡木質掉 因為有一種那種 可以安定心靈的感覺 那這款氨基酸香氛洗髮精 我自己洗起來 我覺得洗完之後 頭髮不會很乾澀 因為我頭髮又染又糖 所以很容易毛躁 而且它不只是有香 它裡面還有氨基酸 所以洗完你的頭髮會很毛躁 但是因為它不然細靈 有些人可能會擔心說 洗起來會不會很乾澀 我目前使用起來 如果你有乖乖護髮的話 就不會過於乾澀 我的好朋友呢 Beggie 她也跟我一樣是同好 然後她自己有一個品牌叫Oyphi 她自己出的這罐是雲朵枝肉錫底露 欸這罐的調香我跟你講 很特別 市面上少見的 是高級的調香 這罐是她跟絕翠的聯名出的商品 絕翠呢是我們台灣呢 算是蠻數一數二的一個 植物萃取蠻有名的公司 就是他們聯名出的 那至於香味呢 是Beggie她特地找 義大利調香師 她特地調出來的味道 這罐味道非常有層次 她聞起來有一種陽光 在一個盛夏的午後 陽光照射著你 就彷彿像現在 你可能躺在草地上面 你看到天上的雲朵 你想要把它一口吃掉 的這種幸福的午後 我覺得這個香味給我的感覺 就是那個時刻 我很害怕那種很甜膩的感覺 所以這裡面她味道所帶來的甜感 是一種花香味 是一種來自於植物 花裡面開出果實的那種 帶一點點花蜜的感覺 但不是花蜜味 曬後的陽光的味道 再融合一點清淡的花香感 出門前要先梳頭髮 這支是我最近呢最最最最最最喜歡的梳子 它是來自於一個台灣的品牌 叫做19 Again 梳完這個梳子 是不是可以重新回到19歲呢 再Again一次 她的時候我真的很喜歡梳起來呢 頭皮會有種冰冰涼涼的按摩感 但這個呢我覺得可以之後再跟大家細節的分享 今天跟香味比較有關的是這個 出門前呢我會先猜一下他們的這個指緣油 欸他們這指緣油啊 這也是他們送給我的公關品 這指緣油我那時候一收到的時候 它裡面是空的 是液體狀 但它送了一包很像茶包的花瓣 它就是說讓你自己夾進去 非常有儀式感 從你拿到的那一刻 你已經感覺到在參與這個香味製成的過程 我覺得蠻特別的 那它的設計呢是這樣子滴管式的 然後它用量也是超級省 我只要用一滴我就可以十隻指頭都擦到 它的味道呢是有一種 小甜心的感覺 有一種很像回到十七十八歲那種少女感 即將上大學然後迎接新的開始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淡的花香 好像有著類似薰草的那種味道 好舒服 現在這顆蠟燭是我近期最喜歡的一顆蠟燭 它是來自於Esob的阿加米斯 根據一位天文學家的名字而命名 它就是古希臘的第一位 女性天文學家 它最喜歡研究的就是什麼 月亮 我真的很喜歡看月亮 這系列蠟燭總共有三個味道 第一個味道呢就是阿加米斯 它主要的味道是花香味 第二個味道呢是木質調的 第三個味道則是屬於很自然的大地氣息 如果這顆蠟燭我是用網購買的話 實不相瞞我一定會買木質調的 因為我真的太熱愛木質調的 任何香味 可是呢實體門書聞過之後我發現 這顆花香味 真的是太令我印象深刻了 為什麼我的蠟燭會像 它裡面有添加小豆蔻 所以聞起來會稍微有一點點甜的感覺 可是不會膩 它不會像有一些果香味會讓你覺得 嗯太多了 它的甜是點綴的甜 畫龍點睛的甜 聞起來並不搶眼 也不要眼 可是我覺得它會是你在家裡最好的夥伴 我跟你們說點蠟燭的技巧就是第一次使用這顆蠟燭的時候一定要點兩個小時以下 因為它才可以受蠟燭 讓整圈的蠟燭都有溶解到 這樣子表面才會平 才會漂亮 那之後的每一次呢 點蠟燭都要超過半個小時 好舒服喔 換完澡喝一個冰涼的開水 就是一大享受 今天分享這幾個呢 就是我最近呢 生活中不可或缺我非常依賴的香味 從起床的那一刻到睡前的最後一刻 在不同的時間點扮演著不同重要角色的香味夥伴們 所以每一個對我來說呢都非常的重要 我缺一不可 我喜歡香味的調性呢 是一直在改變的 有時候是因為季節 有時候是因為我穿著的風格 如果我發現我不再喜歡某一個味道了 那就表示 嗯 我變了 可能是我最近的想法變了 也可能是我最近的穿著風格變了 太多可能了 香味的連結性真的是很強的 有時候你會因為味道 讓你相信我一個人或哪一段回憶 不知道今天看完這個影片 你是不是有想起哪一個味道或哪一個人呢 如果今天的影片有幫助到你的話 請記得幫我按讚跟分享 然後記得幫我分享給你身邊 所有依賴香味的人們 我是小聊狗 下次再見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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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